听说了吗 王健林把万达的总部给卖了 他到底咋想的呢 最近北京万达广场的控股股东 贬了以前的全资股东 万达商管退出 由新华人数和中金资本接受 北京万达广场 这个不是普通的广场 而是万达集团总部所在的 是万达的精神旗帜 早在2005年万达刚刚走出大林 想要从一家地方企业 向全国巨头发起冲击 北京万达广场 就是万达的第一个落脚地 按理说 不到逼不得已 王健林不会卖掉总部的 结果呢 不光国内总部卖掉了 连万达海外最后一块资产也卖了 那就是万达在2003年 花了将近30亿人民 并买下的游艇制造公司 盛系国际 根据外媒的说法 这笔钱正在等英国监管部门批准 最快下个月就能完成交易 其实这些年 王健林卖卖卖的动作一直没有停过 前些年 万达国内77个酒店 是三个文旅项目 打包卖了637亿 这两年呢 甭管是万达电影 万达投资还是最核心的 万达商馆 万达广场 能卖的都卖了 像万达商馆两年前估值 还有1800亿 前不久呢 干脆1000亿估值 建卖了60%的股权 就是为了拿到 中东土豪们的600亿投资 曾经的首富 身家也从巅峰的2200亿 跌到了如今不到300亿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不刚刚拿到600亿的投资吗 怎么还这么急 把总部大楼给卖了呢 答案很简单 这600亿啊 还没到账 就算到账了 也治标不治本 结局到2023年的6月底 万达商馆手里的现金 只有160亿 负债呢 1400多亿 所以王健林真的要从 首富变成了首富了吗 这么想啊 你可就太低估王健林了 人家在慢慢卖的同事 还留了一手 其实万达广场卖掉的 都是所有权 万达继续保留 品牌和经营权 啥意思呢 就是说 王健林把房本给卖掉了 当然自己把房子盘下来 成了二房东 接着呢 把房子租出去 至于租金 二房东和房东一起分 这也就是王健林 给万达定下的 轻资产运营策略 人老王还说了 资产可以卖呀 等我们情况好了 还能再买回来吗 只是 你相信老王还能 东山再起吗 关注我 咱们去更关